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姐厨房 我是刘姐 今天用洋葱给大家分享到美食 我家老奶奶经常这样吃 三高平稳,腿脚有劲,身体备棒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洋葱 洋葱我们尽量挑片这种纸皮洋葱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里面的加离子维生素含量都比较多 还含有丰富的花青素 我们多吃一点洋葱 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 洗干净的洋葱我们把它控水捞出 放在案板上 对半切开 再分成四份 切洋葱时时常被熏到眼睛流眼泪 今天就将你轻松化解 我们把洋葱放在清水里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盐 就这样把洋葱浸泡五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准备拌个胡萝卜 先把它切成薄片 搭配胡萝卜不仅可以丰富口感 而且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再把胡萝卜切成细丝 然后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青椒 从中间给它切开 再去掉辣椒籽 青椒富含维生素B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而且青椒的水分含量高达70%到90% 热量很低 一般来说维生素C的含量是番茄的3-5倍 营养非常的丰富 然后把它切成细丝 再切成辣椒丁 切好后收入大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苹果 我们用食盐 把果皮窃洗干净 洗净之后把苹果对边切开 再去掉中间的果行 然后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苹果丁 有句谚语说 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 可见苹果的营养价值所在 所以平时我们有事美事时 都可以经常吃一点苹果 对身体都是很有好处的 切好的苹果放入大碗中 现在我们的洋葱也浸泡好了 把它控水捞出 再切成细丝 然后改刀切成小碎丁 现在切着就不感觉辣眼睛了 不然真的是切一次哭一次 切好后装入大碗中 这会儿我们再准备另外一个洋葱 切成洋葱圈 切到稍微厚一点 像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洋葱圈一个一个的掰出来 像这样 先放在一边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四颗鸡蛋 然后用筷子把鸡蛋搅散 搅散后慢慢的倒入洋葱里面 接着开始调味儿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 一勺生抽 然后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食材均匀的裹上鸡蛋液均匀的入味儿 搅拌均匀之后 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再加入一小勺的土豆淀粉 继续搅拌均匀 制作视频不易 你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搅拌成这样 没有干面粉的蔬菜糊就行了 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电饼趁预热刷油 接着我们把洋葱圈一个个的放进来 一锅放不下的可以做两锅 再把调好的蔬菜糊放进来 用勺子整理平整 就这样一次放完 接下来再撒上少许的黑白芝麻 点缀增香 盖上盖子用小火慢慢的烙 这样饼中间的馅料才能熟透 刚开始的时候需要定型 煎的时间可以稍微久一些 三分钟后我们再打开盖子进行翻面 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 然后盖上盖子继续烙 定型之后我们就需要不断的翻面 因为中间有层层的馅料 而且表面也非常的容易糊 所以需要大约一分钟翻一次面 防止饼子烙糊 直到把中间烙熟为止 烙至饼子鼓起 两面金黄 像这样就熟透了 一锅饼子大概需要六七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看一下非常的香 烙饼的火候不宜过大 时间不宜过长 不然水分流失严重 洋葱皮的口感就会比较硬了 这样一道非常简单 营养的洋葱饼就完成了 它外形小巧 原味 吃在嘴里更是鲜香美味 这样做出来的洋葱饼 汇合了蛋液和洋葱特有的浓郁葱香味 口感软糯 它同时又中和了多种食材的营养成分 所以也是鲜香味俱全的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布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